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 其次是我 以外再没有别人了 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 你若肯熟就熟 若不肯熟就告诉我 那人回答说我肯熟 我定的主题是 神的功就是恰恰 重要的经文 我选择第四章第一节 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 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亲的亲属经过 波阿斯说 魔人啊 你来坐在这里 他就来坐下 这实在是不简单 怎么这么巧 连坐在城门 那位至亲的亲属也能被波阿斯遇到 这也有如常听见弟兄姐妹们的分享 说他们祷告寻求车位的见证 就真是那么的恰巧 仿佛神今天要给我的启示是 依靠自己啊 虚看过程 而依靠神啊 是看结果 虽然我们不清楚神会私下动什么样的功 但他总是可以把原本复杂或波折的功啊 瞧到最后 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结果 就是那么恰巧 而令人满意 故神在瞧事情没有到最后关头 那结果不是结果 所以也当然啦 不需要为第四章第四节啊 他的至亲回答恳熟啊 的出人意外之答案啊 而感到担忧 问题询问 需要所的诫命是 依靠神要等待结果 有什么应许呢 会让人有意想不到的恰巧 可以避免的罪 看过程 搞超乱 生活中的应用是 凡事我只需尽到明确表态 其余就安坐等候 看结果 不需为过程中的波折而忧心 对上帝有新的认识是 他是一位有办法的神 我们来做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今天的启示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 来为弟兄姐妹们祝福 满满的窍窍与惊喜 会不断的发生在我们身上 以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